为了庆祝感恩节 梅西百货每年都会举办大游行 记者也来到预演现场 带观众先赌为快 在记者身后就是游行的气球 今天他们在法拉盛的MES球场旁 进行气球的试飞活动 现场也聚集许多大人小孩 先来一睹气球的风采 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 已经有88年的历史 每年的游行气球都会有不同的角色 今年第89届游行 同时由冰河时代的松鼠Angry Burt 麦当劳叔叔还有可爱的绿色雷龙 在当天带大人小孩 一起庆祝感恩节以及圣诞节的到来 哪个角色的角色是 这个角色的角色 这个角色 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他狠狠 然后他喜欢捕鸡 游行的风速检测员Water 参加感恩节游行已经有16年的经验 他表示身为工作人 人缘风速与风向是影响气球游行的关键 如果风吹更加强烈 我们必须保持飞升 所以我们可以在风中的冰河里的疾病 我们可以在风中的冰河里的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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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